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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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位选手依次于本赛区内其他队伍的选手进行循环赛 后三场比赛根据九场结束后的各选手积分 分别集结各队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的选手 再进行三场比赛综合本轮成绩 得出赛区内各队的排名 各赛区第一至七名为第一档 第八至十四名为第二档 第十五至二十一名为第三档 由赛事主办方勾勾比赛 在三档中各抽取一支队伍组成新赛区 第二轮比赛结束后 二十一支队伍按照前两轮比赛总计积分 进行成绩大排名 再以相同方法进行第三轮比赛 完成三轮较量后 积分每家 前九名队伍晋级全国一级前赛 好了 接下来我们的三十战队已经准备好了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战队风采 我们的选手都已经来到舞台上了 是 已经坐在了舞台上 还是来认识一下 赛程已经开始了 先通我们山西队的选手王宝林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西 王宝林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黑龙江的这位选手 我们黑龙江战队派出这条龙 是一条大龙 我们赵菊 菊哥 我觉得特别好 因为菊哥是在之前比赛当中 你们付分付的最多的 别别别别 你这上来之后怎么了 我们不答应啊 不得不说菊哥是排气最好的 我是昨天让两个不答应变成了贵人 我今天还想让他俩变成大人 你看菊哥多有王者风范 你是答应是贵妃我说了算 您就是王是吗 对啊 我们这排王争霸赛 说的其实就是我们赵羽老师 这样的一个风范对吧 其实菊哥昨天感觉到 状态是很放松很随意的是吧 我觉得他今天状态也很放松啊 对 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就今天一起来见证吧 拭目以待好不好 好的好的 看看我们的赵羽老师 是如何来挣作这五分的 如何把贵妃便答应 好 来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深圳队的选手 今天我们第一位出战的是陈佳佳 佳佳今天新一轮的比赛 你来首当其冲 跟我们来先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来自深圳的陈佳佳 陈佳佳 你今天这个应该说要带一个好头了 咱们之前没拿过五分 但我们佳佳呢 是之前出场的选手当中啊 就是分数上面小分啊 最高的 最高的 这样啊 所以佳佳你今天对于这个比赛 自己有没有信心 信心还是有 但是还是像你们主持人说的 要轻装上阵吧 对 我觉得纵观佳佳这几场比赛 我觉得她是越打状态越好 的确啊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呢 也应该能够发挥不错 没错 所以佳佳既然咱没拿过五分 咱今天也不要太努力了 有时机自然 佳佳 你的名字佳佳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比赛 别给压力了 我觉得三位选手本来不紧张啊 一坐到那儿 听到我们这样一说 感觉不拿五分 都对不起咱仨 放轻松 其实比赛就是这样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加油吧 好 那么电视机前的广大斗迷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 勾勾比赛 携手全国21家省市集电视台 为您连妹打造的 大型气牌竞技真人秀节目 全国排王争霸赛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感谢勾勾比赛 为我们提供的奖金支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 关于比赛的讯息 也可以登陆3w.gogo.cn 或者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好了 接下来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一起 全力以赴 现在开牌 大家好 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 节目主持人展成 那今天和我一起为大家解说的呢 是我们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 解说嘉宾海波老师 海波老师好 展成好 观众朋友好 啊 飞机 开样的是 黑龙江队呢 率先是 直接奔春天去了 嗯 这个 除了出联也别无选择了 这种牌既然叫起来就得这么打 好 这样的话呢 率先拿下了这样一个开门红啊 拿到一个春天 现在山西队呢 是负二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四分 深圳队现在是负二分 这种牌 我觉得深圳选手也可能考虑较一分 大王一高二分 较两分 较两分 较两分还是有点勉强 这牌 断钩补钩 这种家拳手照剧的牌啊 基本上是标准的斗地主牌 嗯 这种牌出单牌以后 直接顶二 然后 双顺 撒带二 对齐对接二回首 嗯 嗯 垫了一张单八 这八垫呢 实际没有太大必要了啊 他考虑撒带不 不一定 能能战斗 对 这样的话能更顺畅一点 谁刚才那样打的话会更坚决 对 双顺 对三 这样直接伸对劲 这样打对二以后再发盾就赢了 这肯定发盾啊 这样明显对劲在赵局手里 这已经是名牌了 嗯 配合的还挺过气的啊 非常简单啊 明了的配合 好两句过后呢 现在山西队是零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六分 深圳队现在是负六分 好 山西队很强势啊 排力非常强 这种牌也可以 先出双顺 双顺 然后出一个单牌 也可以直接出对十 因为这个牌力很强 然后呢 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零分的状态 所以直接叫了三分 对K惦记起来 这样的话啊 外面没有炸 基本上是获胜跑舞群练 嗯 不过这牌啊 也需要点勇气 这样打的话 可能七八九是大牌 对吧 然后双顺你炸不炸 现在外面还跑着四个圈 圈也见了 炸不炸 不炸的话就走掉了 哎 结果是一物战机 哦 排序出的稍微有点小问题 好这样的话呢 山西队现在是负六分 黑龙江队呢 现在是九分 深圳队现在是负三分 其实刚才第三局的这场 这一局比赛还是挺可惜的 山西队 刚才排序稍微有点小问题 我觉得也不能说大问题 排序出也不能说有什么大的披露 当你的排行整的话 你应该时刻警惕 你的对手可能排行也很整 这一打排不到最后 千万不要放松的太早 排我觉得先把顺的出了 就更好 要不然的话你这边怎么插 对怎么打都插一手 对吧 先出一手顺 看一看能不能大 然后你顺势呢 能出单的时候点单 对 出盾的时候点盾 我觉得这个出排排序应该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随时电别够 然后就忍耐 这样的话 你现在外面有可能 撑四个圈的可能 这是它你这排吧 只要是垫牌的话 就别无选择了 垫一盾呢 反得也赢 直接把他垫进去也赢 挨这圈一箭 基本上胜利了 胜利在旺了 马上出个大飞机 飞机 好那这样的话呢 山西队现在是零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六分 深圳队现在是负六分 这牌山西队也不会叫牌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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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曲的牌啊 也是最多值一分的牌 断章比较多 然后牌力不够强 首先是对的话 牌力不够强 没有大牌 对 断章而且是也很重要 断章一出现的话 外面要成炸的话 这牌就没得看 断钩啊 断圈啊 对 没得看了 好在外面没有炸 这样电队七 排的人 现在这牌啊 应该说就很难走掉了 出单牌的以后 单牌以后 他长老是个二啊 这牌但是 他可以考虑先顶二 还是先出十 顶二这样走不掉了 出十还得有些小变化 如果出几二的话 下加上个二就能 有办法了 对 你这样的话 怎么打也是输牌 这牌是叫起来以后 没有赢的可能 好 现在山西队是一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四分 深圳队现在是负五分 一分 不降 不降 哇 应该说底牌 补得非常之好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他这样不断 他有两个选择 他也可以考虑出撒带 留撒带 也可以考虑 直接出盾 这样出盾 比较简别一点 对吧 然后直接上六二 这样下加张上有对酒 不然的话 还春天了呢 对吧 这样队二上手的话 正常应该先卖撒尖 先把撒尖出掉 然后再出长顺 三百一 对 这样的话 因为你是小王嘛 因为全排 对 你顺着 果然这排出的排序 没有任何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山西队和黑龙江队 现在都是三分 深圳队负六分 这时候打牌啊 比较干净利索 总算来说 排 还没有什么其他的 更多的变化 这排也较了一分 这种排较一分呢 应该说是很冒险的 因为你这个小王二啊 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 最重要的是 还有断章 这个断章 来说如果成仗 这排就没个看了 好在这外面没有成仗 不过这种排 打起来非常吃力 考虑再三 两个二拆掉了 我觉得这个一分呢 也不要轻易叫 尤其在领先的时候 有时候排力特别不够的话 不要轻易叫这一分 然后垫个尖 现在还跑个当二 小王也得下了 这个大王下了 应该说帮助了 地主一下 如果这排大王不下的话 这排就难打了 垫六 除了垫六 别有选择 我觉得他这排可以考虑一下 先垫六 果然这个六垫上以后 下架没得出了 对吧 这排还赢了 三代对 三代一 上手了 对吧 他肯定在三代一 因为这个三他不出的话 他没法走 这是操控上的失误吧 不过失误也没事 咱们看 他还是可以走着 对十是大牌 这真是挺 挺吓人的 对我们提不到 对于选手来说 在他自己的这个环境当中 他应该是 很紧张的 怎么没要呢 这个二 这个二没要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这排还是有问题 照理这排完全有能力 能赢的时候 结果放弃了 对 其实我们刚才看的 这一区牌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给他复牌 看一下 对 我们应该复个牌 我们复下牌 其实有很多次机会 都可以直接可以稳赢 本来这牌是必输的牌 结果他已经打到 能赢的 能赢的状态了 对吧 这个三家出以后 上二 然后没有 管上以后 大王下来了 这时候大王下的时候 形式对他很有力 我们看三家牌 你看对十 三K 基本上都是 都是在控制上的牌 全在他手里 这时候出三五 他变个单六 下家居然没有要 这时候上二 然后撒圈带 撒圈带的时候 他就完全可以管 对吧 你管上以后 这种牌我们看一下 就管上以后 如果说你不能判断 别的牌 是否大的话 你这牌可以直接 是不是 三代队就可以了 是不是 因为你这手 三代队是一定得出的 不管你是回首不回首 如果你判断不了 对十大的话 三代队 你看下家 根本就管不上 对吧 就很简单 就胜掉了 对吧 出了三九 三二 二回首 这种牌 就是打的还是 起始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上队K 也没问题 出单三 然后下家顶K的时候 上二 对吧 然后就 再出单牌 下家剩两个牌 K回首 就走掉了 三代队 所以就刚才一个 套错性的失误 没有三个K管上的话 确实对他也是造成了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对 这个小失误 是不应该 好 山西队现在目前是拿到了四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一分 深圳队现在是五分 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可以不会再继续影响他的心情 我要是不影响他的心态 这个小失误 是不应该发生的 所以说这种比赛 尤其说是战胜对手 战胜自己 真是 因为每个选手在场上的时候 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空间里 对 没有人的这个帮助之下 完全靠自己的这个脑力的分析 确实挺孤单的 对 这个时候就是拼心态 是吧 看谁能坚持到最后 别碰 然后先点K 或者圈 应该说没有问题 排除了应该是 这个二先别上 这个牌我觉得 黄某林这个选手 还是打牌 这个 这个二上的有点小问题 如果二晚上的话 下架上的二的话 这形式会很不一样 顺着 这样的话 它只能考虑出单牌 这种牌打到这种程度 已经是 就是你看这个大王控制二排 就及时的下了 这牌怎么打也是不行 顺着 打到这种程度 也就是 他直接点二就走掉了 三代一 好 那现在帅气队呢 是三分 黑龙江队呢 是零分 深圳队 负三分 其实分扎巧 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悬念 比赛争夺的也非常激烈 赵局明显能叫 现在这个时候 有诈的情况下 上架牌叫了两分 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嗯 你这有诈 能把张控制住啊 因为小王在你手里 对吧 试试垫一条队 这个对圈 这个对圈出的还是非常标准 然后三四六七八 顺子 顺子 正好四五六七八九 这样的话外面就四个神是大了 他圈的垫掉 没药 现在出个单二 这样的话就出问题了 这个对四没有出 现在对接大了 现在对三让不让 肯定没让 这牌出就出的这个问题 还好 但下加一个圈K 对吧 顶尖还是上二 这二是一定的上了 顶尖 这个尖一出 这牌地主挨炸的概率比较大 只只要轰了就赢了 赶乱炸 好 出单牌 下加顶尖 一对 上尖 这一上尖就不该接了 明显不能接了 四二五他也接不了了 这样炸成功了 这把打得也挺惊险 也能输一口气了吧 好 现在山西队呢 是副五分 黑龙江呢 是四分 深圳队呢 现在是一分 其实山西队 在刚才的这场 比赛当中啊 其实也是 挺难打的 两个家农民 配合的也是比较默契 这牌赵局没叫 还是正确 这牌一分也不够 对吧 你是标准农民牌 这样的话 你看啊 当你的牌有四个七的时候 下架的小牌 基本上就是 惨不忍睹 对吧 因为七以下 成不了连招嘛 所以说好多牌就很难出 好在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飞机 对 能弥补一下了 让我接着垫掉 现在赵局这牌 非常简单 就把这个单九 垫掉以后 这牌形式就 就后转很多 这个二也可以考虑不要 留个小王 好 那这样的话 那可以处理一下 手里的小单牌 我要处的话 就处单三 然后就忍 把九的垫掉 好 六倍垫掉 人 现在K没见 还在忍 好 这样K一见的话 应该可以出手了 这牌咋打 它是基本上 挨炸的概率比较大 现在有一种 有一种牌 就八九十个圈 出完出单三 上大王 这种打法 K没漏 大王上了以后 形式又可能有所变化 千万不能炸 这牌要炸了 就输炸了 对 就忍 这回就可以了 可以炸了 也是等待着这一刻 好 那山西队 现在是负三分 黑龙江队 现在是六分 深圳队 现在是负三分 这样的话 抓住了两个对手的叫牌 这样的话 赵局暂时出一点限制 山西队叫了三分 这地牌上的人说 非常之好 这种牌 还出圈 还是点二 肯定的垫个圈 烟球牌怎么打 也还差一张 打到现在的话 六道K 顺子 这种牌 应该说非常强 没什么 准手的 对吗 我上 好 那现在呢 山西队是九分 黑龙江队 现在是零分 深圳队是负九分 这是我们上排场的最后一局 第十二局 这牌照景 正常是不够叫的牌 没准是叫一分 一分 果然叫一分 如果对他新的了解 他叫一分的概率比较大 这牌起手 说撒带吧 撒撒这个色 看看外面 断章成没成诈 对吧 这个三五一出 这样的话 撒勾回首 现在差K 三代一 六七八九十 出掉 现在出掉的目的 就是找回到K 对吧 只要对K 不成诈 这牌是从容获胜 快新生的 对 这种牌 其实见不见K 也是上对二了 应该说 出对间 给造举的心理 造成一个心理压力 就没有上对K 这牌 撒装的时候 没管 对吗 但是这牌 也没别的出法了 只能这样一人口鼻走了 如果直接上对K的话 造举就毫不犹豫了 这牌这队K也没有出 有输 就是炸牌不露张 那这牌也是上大网 别无选 长出一口气 看K也没有炸 好 12局过后 山西队现在是8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2分 深圳队现在是-10分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前12局的 这样的一个比赛 我们其实 三位选手当中 这个比赛当中 就各有优点 也有缺点 比如说我们 黑龙江战队的 这个赵绝 他刚才在比赛当中的时候 有过这样的一个失误 但好在他是 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然后战胜了 自己这样一个心态 最后其实 还是不错的 是这样的 因为每个选手 都可能会出现失误 不然的话 不成神仙了 就是说 我们尽量的避免失误 并且不要让失误 影响自己的心态 是选手要考虑的 要想取得好成绩 还是这样 不断的克服 自己身上的弱点 然后把心理状态 调整好 我觉得每个选手 都是有机会 能笑到最后 好的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呢 是由 勾勾比赛 携手全国 21家省市级电视台 为您连妹打造的 大型棋牌竞技 真人秀节目 全国排王争霸赛 在这里 我们也要感谢 勾勾比赛 为我们提供的奖金支持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关于比赛的信息 也可以登陆 3w.gogu.cn 或者是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好的 最后的六局比赛 让我们共同来期待 现在 深圳选手肯定会叫牌啊 就是叫一分和两分都能挺 还是三分 叫两分 这牌应该说上的 应该是很好了 也不对 因为这牌啊 对k对尖都在他手里 亲手出对 让撒带的话 留个上手的时候 还能多划一把划 单摆的时候 考虑拆对尖 先出个撒带 试试应手 3带1 3带1 对于造品来说 这个牌啊 关键就在他出对的时候 能够封住以后打单牌 没有 对劲 这个对六垫的 没有技术含量 我觉得应该留一对 直接顶对劲 你这对吧 不是给别人 是给你的队友传的 对吧 这样上对劲 这牌没用 他老是打提示 我估计可能还是打提示了以后 结果就放弃了 对吧 你这个提示不要再按了 这样的牌 基本上就很难打了 出单牌 刚才那牌啊 直接出单牌 打对了以后出单牌 这牌地主应该很难走掉 这个炸还能拆吗 你现在不能拆炸 拆炸比较早 对吧 刚才对六也不应该垫 现在顶二还是有机会的 顶二 要不要 不要就换 90公斤K 撒带 然后出单牌 我就走了 这牌打得清 哎呀 这牌绝对是打得太大食物了 这样一会我们复下吧 这牌还是有大问题 左边来喽 回顾一下吧 回顾一下 刚才是这样啊 这个牌我觉得 到底还是有大失误啊 现在从那个地主 起手出的话 出炸带啊 三带一 然后刷圈上了之后 然后发着盾啊 它已经出了两个炸带 手里剩盾的概率非常之大 现在就是想垫盾 对吧 对照举来讲 上加不要盾的时候 正常的话 这局牌 它应该至少是出一对签 出对签以后 反单牌 当自己手里有炸的时候 完全可以空张嘛 一路小单出人以后呢 这样的话 地主很难受 假设说这个牌没有这样出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然后它垫了对六 垫对六呢 就是排出一种可能 将来给对手传盾 对吧 这也就算没有问题啊 我们往后继续 它刚才可能是点了以后 点了以后呢 就是点提示 可能又是不要了 但是打到这的时候呢 完全就是应该 直接上对签了 这个不能 这时候本来还有机会 对签出完之后 你看下架已经没要 没要 然后出再三 这样的话 下架已经上个签了 明显是对签差 对吧 这一步让的话 出三为怎么上个签呢 要是有二的话 直接顶二就完事了 对吧 有可能有二 有二它直接顶二就完事了 它垫个单签 这时候你完全还有机会 如果下架 下架不要的话 或者下架管上 最好是下架不要 这牌显示就不一样 假设说下架不要这个签的话 这牌 不要 你上个二 你这个时候就不能 已经不要了 下架都不要 你这时候已经不能 再出单四了 那么垫一张明显 就起大了嘛 九十过圈K 顺子 下架是管不起吧 对吧 然后发钩 三代一 出到这种程度 你现在要是顶单二的话 是吧 下架至少拆完也剩 对吧 你现在不出单二 实际你要是 出个单五的话 如果下架让过来 不要的话 你还走掉了 对吧 这两种结局 都比地主成价要好 所以说这个赵举 在这句牌上 出现的失误比较多的 就连续的犯错 导致地主走掉 而且就成价了 嗯 真是还是有大问题 会有遗憾啊 对 事后我们要再总结一下 这个牌 好 我们来继续来比赛 我们先来看一下 山西队现在是两分 黑龙江队现在是负四分 深圳队现在是两分 这把牌 这里牌有个大王 这把也是 谁叫谁能叫 他也没叫 难道牌有几 叫了一分 这牌要照几叫的话 正好是大王四个三 这牌还是中打的 三个三个二 这样撒九带一 你看啊 这牌已经撒九带圈了 打牌是有牌语的 当撒九带圈的时候 已经告诉你 我手里上基本都是对了 对吧 我最小的单牌 已经是圈了 至少我有对 有单牌的话 也是有大胆 这是一种传奇的信号 对 让一对 这样的话 他又是打了提示 刚才 这样两二 这样对六 这下架 怎么管 你等 你这个对勾上不上 没意义吗 对吧 你就不要 然后是继续对五 这样的话 地主已经是注定走不掉了 出了绿江 剩个小王 让地主只能放弃 好 那这样的话 山西变得现在是零分 黑龙江队呢 是负三分 深圳队现在是三分 我们看下一 重新发牌 看看这局 好 这回赵鞠老师应该可以去 实际这个牌 这个牌反而是更危险的 这种牌有断章了以后 牌力明显不够 你要叫起来的话 比上把牌更难挡 这种牌 看着有三个二 但是牌力明显很差 是吧 打起来会更吃力一些 有的时候啊 就是牌形比牌力更重要 当你牌形好的时候 即使牌力不够强的话 也很快的 因为出几手 你就走掉了嘛 这样的话你看 果断的顶着对勾 直接出K 你要不要 你肯定考虑 不能要对吗 他要出对圈 你要不要 这回他不那么出了 而且赵局啊 这局叫三分 他都不如上一个叫牌 这样他打起来 会非常之吃力啊 这样已经很难走掉了 小黄在下架 他的牌出单牌的话 也麻烦 小队呢 下架要对勾 对K 对筋 好 好 那这样呢 山西队呢 现在是三分 克林冈队呢 是-9分 深圳队现在是6分 我们稍微覆下牌 我就说一下 这局牌啊 你看啊 他的手里的牌力 三个二 一个大王 这牌就是正常的 是绝对的话语拳 是一把 小队就话语拳 能多了两把 现在手里的牌力 是不过叫 中间还有 三个断章 然后这上面 如果说不补个大队的话 这牌就是 从上大下 这个牌的 连贯性是非常差 所以这种牌 叫起来 会比上马牌 还要难 上马牌 就是除了个单尖以外呢 整个牌是 牌型是顺的 对 从上大下 基本上 承诈的概率 还比较小 上马叫的话 要比这把叫 叫的更好一些 这种牌 原则上是 叫一分都很难 所以说选手 在叫牌的时候 叫牌是最重要的 选择永远比努力 更重要 当你选择错误的时候 你叫起来 这牌基本上 数的概率是非常大 我就说一下 这回牌 这样的话 比分是 山西市三分 黑铃是负九分 深圳队是六分 我们看下一句 还剩下最后的两句牌 这牌是一定的叫了 对吧 你这牌 你行不行 你得叫 必须叫三分 拿下来 对 果然 叫三分 起手出单牌 也是可以考虑的 三代队 三代队也未尝不可 但是我觉得 三代队 又得过早 稍微有得过早 报道目标 不过这牌 至少出三代队 这样三交代队 以后 三代是可以走的 对 连续三代就走了 没问题 这样三代队 是正确的 这种牌 你是只有一种打法 除此耳外 别无打 对吧 然后三代队 三代一 这种牌 就是别无选择了 只有一种出法 对吧 果然赵九这把 干净利索 人家拉近了 现在对赵九来说 就是已经是 只能是 不如一致了 对吧 就得拨 因为现在 除了拨 别无选择 好 山西队 现在是零分 黑龙江队 现在是负三分 深圳队 现在是三分 刚才出的 比较干净利索 没有问题 这把我觉得 这把牌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 就看怎么配合了 这个双顺 这是大牌 这样的话飞机 飞机 零二 还得出单张 这个出完枪以后 这牌已经是 没悬念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 深圳队 拿到了领先的分数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山西队 现在是负六分 黑龙江队 现在是零分 深圳队 现在是六分 这种牌 从叫起来开始 就已经决定了结局 没错 其实今天 我们这十八局牌 打的 其实真的是挺紧张 挺刺激的 我们要先要恭喜的是 我们深圳队 拿到了 这一组比赛当中的 第一个五分 那黑龙江队 也是从 落后的这样的分数 现在跃局到了第二位 其实整个比赛 看起来真很刺激 我觉得 这里面 赵局 还是有几个失误 第一是 在打牌的操作上 可能是 出现了小问题 再就是 打牌的过程当中 有的小失误 我觉得 失误还是很正常 问题是 不要避免 犯同复的错误 对吧 同时 不要让它影响了 自己的心态 这是最重要的 对吧 比赛有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一个失误 一个操作性的问题 引起了自己的一个 很难受的心情 自己就会一直很压抑 然后之后其他的比赛当中 就是全都 弯得震脚 对 就选手 就这次失误 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影响心态 以后的牌打的 就是走行了 所以说 今天其实我们赵局老师 还不错 赵局现在 从刚才 刚开始的几局的 失误中 可以能走出来 自己不断的去调整 自己的心态 对 最后这一把 就是戏剧性的变化 当成的结局 发现变化 所以说还是这样 当你排好的时候 可能你的对手 还更好 对吧 所以说打牌要精细 避免出现错误 是选手需要考虑的 好了 那也再次恭喜 我们的深圳队 获得了本场的五分 恭喜 新赛区第七场比赛结束 本场比赛 深圳队获得五场分 山西队获得一场分 黑龙江队获得三场分 截止到目前为止 深圳队获得总积分17分 山西队获得总积分17分 黑龙江队获得总积分29分 精彩比赛 敬请期待 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呢 自己表现的中规中矩 只是到最后比赛 脚足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的遗憾吧 两位选手发挥的也都不错 这一轮呢 能拿到五分呢 真的是很激动 代表我们现在拿了第一个五分 今天在比赛当中 有两把牌都是自己的失误 就是点提示 然后点右键不出 点右键出牌 但是这个它已经设置了以后 右键都是不出牌 然后点牌 它自动就出去了 其实这个牌应该是两把牌 如果要是 都按正常打出牌的话 有一把我是赢牌 两分 然后最后那把是 下架炸成不了 如果算分的话 我可能今天是赢家 所以说在打牌的过程当中 我也劝各位选手 就是无论是在你在比赛当中 还是在个人的 在电脑在比赛当中 就是在玩当中 千万不要通知取巧 一个是计牌器 一个是提示 最好不要用 就是每张牌自己去点 精心地出好每张牌 我觉得应该是 剩下的就要看 你自己的把握和心态 激动吧 激动 开心吧 开心 我是紧张啊 这真的很开心 其实今天我和小诗 因为我们两个队伍之间 就是非常紧张嘛 就没有考虑你 我们怎么了 我们就出局了吗 没有没有 今天我们在看后面两局的时候 真的很紧张 尤其最后一局啊 真的是都替他们捏了一把汗 对 但是无论怎么样啊 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对于你们来说 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第一个五分啊 确实 第一个五分 感谢佳佳啊 佳佳非常棒 上好家嘛 而对于我们来说啊 我觉得真的是应了那句话 排局如人生 起起落落 总是有的 对 不过真的没有关系啊 才这个 今天是一个一分啊 我们下一场呢 说不定就是三分五分了 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放松啊 没关系 我们来谈老林也很紧张啊 来笑一笑嘛 不要这么严肃 没有没有没事 就和我里想要是最好的 宝林一直是这样的 是 我觉得今天发挥真的挺不错 我是为你点赞的 真的 所以说放松一点 没关系 实在不行 咱打斗地主不行 咱可以去像宝强一样 去拍电影 谁说的 我们斗地主也是杠杠的 对吗 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态 分享一下吧 其实宝林今天 一直都表现得不错 对 今天吧 其实整局排下来的吧 还是有那么两把 比较就是 叫法和那啥有点迟舞 打牌呢 几乎上今天发挥了一般 没事 总结经验啊 我们接下来呢 王宝林还有一场比赛 所以说我们在下一场 拿个五分就行了吗 对吗 很轻松啊 王宝强 你自己的最后一次亮相的时候 要加油 是 好 好好准备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问问我们的这个赵举啊 今天这场比赛 总结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 今天又有一个 答应变成贵人了 感谢举哥把我们变成了贵人 其实如果看分的话 其实由于自己两把失误 就点提是点的 不然那分可能 有所变化 就点了提示 所以说我千万各位选手 千万不要点提示 这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示 大歌风范 对吧 告诉我们所有选手 尽量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减少失误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 对 我们就是这样大气 活雷锋 我们来问一下嘉嘉嘉嘉嘉嘉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拿到五分的一个心情 很激动 真的拿到第一个深圳队的五分 很激动 你看福乐运气 都有自己的干涉 还有要有策略 所以我们拿到五分 对 今天嘉嘉嘉真的是实至名归 各种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 终于拿到了五分 确实不容易 对 再一次给嘉嘉点赞 朋友们好好庆祝一下吧 今天 好 没事 我们还有 接下来还有更多值得庆祝的时刻 欢迎你拿了更多的五分呢 是吧 祝愿你梦想成真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么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由 勾勾比赛携手全国21家省市及电视台 为您连妹打造的大型棋牌竞技真人秀节目 全国排王争霸赛 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勾勾比赛为我们提供的奖金支持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比赛的信息 也可以登陆3w.gogu.cn 或者是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嗯 下一场比赛我们将会迎来的是 我们的第一轮的C区的第八场的比赛 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进竹排王贵官 决战荣耀之天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